断练批判思考 破解中华话术 亲爱的朋友 欢迎您再度收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我们要跟您谈的题目是 下跪要有理由吗 下跪的理由 这是今天要谈的题目 那大家可以猜想得到 这个题目呢 就是紧扣着最近的时事 就是有一位大妈或大婶 他逼一位非常辛苦的钥匙 跟他下跪道歉 理由非常简单 一个非常小的事情 就是给做解剖卡这样子 那这个新闻事件 有什么好谈的呢 其实我们几个朋友 我跟几个年轻人特别 就这个事情做过讨论 那其中呢 我们把它分成贾义丙三人好了 贾是属于比较那个 不知道什么派 假的意见就是说 男儿膝下有黄金啊 人不应该轻易下跪 那他一发表这个言论 大家知道他就倒霉了 一定别骂个臭头 因为首先被骂的就是 凭什么是男儿 那女儿就没有了吗 所以中华文化里面充满了性别的歧视 这个就不用 不用罪严 那我们现在讲男儿膝下有黄金 意思是说大家膝下都要有黄金 谁都不能随便下跪的意思 那这一位假的他的意思就是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会害的 逼的这一位要是非下跪不可呢 如果对方是一个标形大汉 或者是手持棍棒乃至于刀枪 那任何人在这个武力或性命的威胁之下 一定会屈服这乃是理所当然 可是看起来这一位对象 这个对象不过是个大妈 而且在公开的场合 而且他赤手空拳 那么他到底有什么本领可以逼着这位要是下跪 这是第一个让人觉得白思不得其解的事情 那从这里当然就反映了一种批判思考的态度 也就是看到任何一个新闻事件 听到任何一个事情都不能随便轻易的相信 应该对他提出合理的怀疑 那贾提出这一个主招以后呢 乙马上就反驳他 除过那个男儿女儿膝下的问题 那个性别议题之外 他反驳他 他说你就是没有受过这种 凌辱或委屈或糟蹋 你就是没有被人家逼到墙角的经验 你才讲话那么大辣辣的 你如果有曾经被某一个人 那种人他有一种 有一种威势 有一种难以言传 反而他对你的心理有一种掌控 他可以透过言语肢体的动作 把你逼到墙角 害你不得不屈服 你如果有过这种经验 你就不会讲话那么大声了 所以乙的主张呢 还是认为这个大妈呢 非彼等贤啊 这个钥匙下跪 情非得矣 那丙就出来打圆巢 说其实我们也可以考虑啊 这个事情也许另有隐情 也许就不像表面上看着这样 大家就问他说能有什么隐情呢 他就说我们要考虑一下这位大妈是不是有 躁郁症 是不是有其他的状况 使得他这个表现失常 不能像常人一样 只是要求他要求人家道歉 这没有什么问题了 那他的态度可能太过激烈 那除此之外呢 他还说我们还要考虑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这位钥匙呢 可能不是被逼下轨 而是出于同情 说哇这大妈跟他颅下去没完没了 我手上刺激很多 我要照顾很多 这个来领口罩的人呢 我一直跟他颅下去 我正事都不能办 耽误了好多这个附近居民 大家同胞手足的时间 我不如就跟他下个跪 把他打发了就算了 这钥匙也许不是如我们想象的那样 被逼下轨 而是出自于一个真正宽容包容 甚至于体贴 与关怀的心情呢 不惜委屈自己啊 这叫做委屈求全 那么丙提出这个主张 那大家也觉得 那你讲的也非常合理 那我在现场 我心里面都OS 就是说 所有这些讨论 媒体都应该要肩负起来 我们的媒体 完全不做这方面的探讨 媒体的报道 都是非常情绪化单一化 他只从一个角度谈事情 而且他只谈一种方向 他从来不让 不带领大家去做多面的思考 所以我心中的OS就是说 台湾的各方面都已经很进步了 但是媒体传播的这个领域呢 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空间 大家当然知道 我心中讲的一定不是媒体了 比媒体更媒体的就叫做教育 那教育其实要改进的空间更大 上次我们特别在节目上谈到 我们不卖 就是台湾非常骄傲 美国众议员说要买我们 我们说不卖 那因为我们有非常多值得骄傲 觉得站得很 走路有风 上次我还说我躺着也有风 走路有风算什么 虽然是这样 这不表示说我们没有 需要改进的地方 所以我心中想说媒体的报道 这个未免太过单一化 太过情绪化 那随着事情的发展 慢慢这个警方 检方也介入了 陈时中也说话了 然后呢 报道慢慢的出来 那么非常有趣 到现在当然我们还没有完全 没有办法完全确定当时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是我查了一下各方面的 到现在为止的讯息啊 大概我们前面讲的 甲乙丙三人的那个 丙的那个猜测呢 比较符合事实 倒不是说大妈有什么躁愈症啊 就是说这一位钥匙呢 确实是出自于习是宁人 顾全大局才这样做 那非常有趣的就是 虽然他个人 我说这位钥匙的个人 愿意呢 委去求全顾全大局 但是钥匙工会乃至于陈时中 乃至于整个社会 是不肯善自罢休的 那这又让我觉得 虽然我们的媒体报道太过单一化 但是这又让我觉得说 台湾的社会 真正还是蛮关心的 关心什么呢 即使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 我们也关心在这事情里面的 是非对错 那随着事件的发展 这个介入的人非常多 然后呢慢慢就显示出来 就是这位钥匙他也公开 跟这个社会大众道歉 说他引起大家这么多关切 所以他心里非常不安 那钥匙工会说 但是我们一定要保护 第一线的医药人员 在这个防疫的关口上 绝对不能让我们第一线的防疫 人员受到不合理的待遇 这当然也是非常的对 我其实非常赞成 检防介入 它虽然是一件小事情 我也主张习次宁人 但是 让公权力 让司法介入 以台湾的司法的水准呢 他不会像媒体所带领的那个方向 在司法这一部分应该是可以放心 那么当司法介入 当在法庭上有各种攻防辩论的时候 这事情的真相慢慢就会出来 那么透过这样一个社会事件 虽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事件 我们从中也可以得到很多批判思考的锻炼 那最后呢 关于这个事件 我还要跟各位再谈一个观点 一个想法 事实上呢 台湾的社会 从日本时代开始 就是一直是非常的 彬彬有礼的 那像我年轻的时候 我们作为一个社会运动者 我一个改革者 我们总还嫌我们台湾人太过 太过有礼貌 就太过温良恭敬让 可以这样讲 我们很希望台湾的社会 台湾的大众呢 能够更积极一点 能够更愿意争取自己的权利 能够更对于政府有更多的批评 有更多的监督等等 在台湾这个从戒业 转向民主的转型过程里面 我们当然会有这种期待 但是曾几何时呢 台湾真正民主化了 那你就发觉说 我们部分的台湾的民众 不但丧失了过去那种 互相包容互相体谅 温良恭敬让 彬彬有礼的那种文化 反而变得非常令人难以理解 就是我当然同意这一位大妈 她并没有动刀动枪动棍去逼这个钥匙 但是要是之所以会 息事宁人向她下跪 也表示这位大妈 确确实实不肯随便罢手 那到底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需要你弄到这个地步呢 当众羞辱人呢 到底有什么必要呢 那我有一个感触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台湾来讲 是其实是一个外来的 境外移入的东西 台湾本来 台湾人本来是不会这样 我当然不敢保险 每一个台湾人都不会了 我是说大部分台湾人都不会这样 可是现在呢 当然也不是所有台湾人 现在颇有一些台湾人有这个问题 那我深深的觉得我们在防疫的同时 要提高警觉 并不仅仅是防病毒啊 我们要提高警觉 要防止从对岸传来的那种文化 那种生活习惯 那中国呢因为从这个共产党执政以后呢 经过非常多的这个所谓政治斗争 什么三反五反啊 什么文化大革命啊 这中国人呢已经被训练成一个 就是能傻赖就傻赖 能耍播就耍播 因为你如果不傻赖 不乱搞你就会被吃定 尤其是文革的时代 大家想一想 年轻人要批判他们的老师 民众要批判他们的 当他们叫干部或领导 这在那个时代 那时候我还在美国读书 我对于文化大革命 刚开始是抱着非常大的期待的 我心想说要破除中国 五千年其实没那么久了 两千年的文化的那种臣服的影响 确确实实需要一种从下到上的 这个运动 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要革命的啊 那本来这是一桩令人期待的事情 可是很快 所以很快就是不到几天的时间 你就会发觉年轻的学生 拉着年长的教授 给他脖子上挂链子 给他头上戴帽子 抓着他游街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要跟你的老师长辈 发表不同历见 那长辈不理你 你把他硬抓来 去开批判大会 这个我都支持的 大家坐下来好好谈问题啊 你怎么会搞到这样的粗鲁 这样的粗暴 但你在拉着一个年长 老年人游街的时候 难道你心里都没有一点点难受 没有一点点感触 没有一点点同情吗 所以文化大革命的 这个恶劣的风气 现在我们常常看到 中国的很多 奇怪为什么是大妈 而不是大叔呢 大叔一定也有 没有被报道出来 在各种场合 撒赖撒波 什么不下飞机 对着人咳嗽等等 这整整的作为 它其实有一个背后 背后文化的脉络的 那我不敢批评 我们这一次下跪事件 这位大妈到底是谁 她的状况到底是什么 因为我完全不了解了 但是我要借着这个事件 提醒大家说 我们不能忘记 这种表现 其实是其来有志 有其根源 那么对这种事情提高警觉 展开批判 展开批判思考 从中获取教训 乃是我们在防疫的过程里面 另外要努力追求的一个理想 以上是今天就一个简单的 小小的社会事件 跟大家讨论这些问题 希望能够见微知柱 以小博大 希望大家喜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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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